才走进九份老街没多久 眼前这个旁轮巨物 让人觉得超突兀 没看错 已经够急的老街 竟然停了小货卡 再看看小货卡在干嘛 原来是在卖猪肉和青菜 所以它是合物规定的 还是走一点法律的 对 差不多了 老街上出现卖猪肉货卡 别说看来怪怪的 看看车身就占据路的三分之二 游客经过都得因此重旁过 急上加急 没住店面 业者竟把发财车开进了小街发财 游客觉得莫名其妙 店家更是忍无可忍 叫来警察 一看到警方前来 卖猪肉店家 立刻落无其事地 开上身材工具 扬称要离开 这一撤退又造成游客出路 有了安全威胁 你这是10点就可以了吗 10点就可以了 我已经10点就可以了 10点在这里 然而对这样的情况 警方也只能柔性劝导 因为无法可罚 晚上六点后 任何车辆都能开进老街 竟然有摊伤 脑筋动得快 飞管式期间进入卡位 然后一路慢慢开到外头 边开边卖 直到卖完才回家 九份老街进来 不断被游客给反映 不仅外头露塞 老街也有状况 最拥挤的基山街 常看到各式各样的货车 在老街上进一进出出 还一路叫卖猪肉和青菜 让人误以为来到山区市场 国际级的老街特色 立马变得很low 贪商贪图一时方便 除了造成他人不变 更让老街形象 跟着被扣分 谢谢朱丁的留言 静语 机会报道